新乎ٌ 偶爾收到查詢 有人問這兩種病有沒有何關聯 甚至是感染者 如果感染了的話 會不會增加了他們身體出現嚴重併發症的機會 情況是怎樣的 不如你解釋一下這兩者的關係方面的事情 好 謝謝Johnny 因為的確這個病 我猜你說得很對 兩方面 我們特別今天理論上 我們應該比較多是HRI本身的感染者 他們本身對病毒有些認識 所以有兩方面的確是 有時人們都很喜歡把兩方面拉在一起說 不知為何 第二就是有時都會擔心自己 尤其是有些年長的患者特別擔心 會不會下一刻就當自己感染 所以這兩方面都很重要 不過在講病毒之前 其實大家都要留意 我們經常是HIV和Ace 是一些所謂的河外人 就是會經常問問題 到底是甚麼HIV和Ace的常常問問題 其實這次他們改名 有時都會被人問 一個是COVID-19 一個是SARS-COVID 其實正在講好像HIV和Ace的關係 HIV就是病原體的病毒 就是我們這個COVID-19的病原體 就叫做SARS-COVID-2 全名就是SARS冠狀病毒2 等於我們HIV也是那個病原體 即病原體的名字 因為HIV我們那個疾病的名字 就叫Ace 癌痴病 而SARS-COVID-2的疾病的名字 就叫COVID-19 所以有時我們HIV 經常都說Ace Virus 有時中文還亂了 因為中文我們沒有用HIV正式的傳名 人類免疫力缺乏症 我經常都說不出來 我們很多時候就這樣說了 愛痴病病毒 即是Ace Virus 所以因此也將我們HIVAce的名稱 有時很多人混淆了 這個也是有些人都會不明白 特別是一些其他工作人士 沒有一個醫學背景 所以很多時候不知道 到底是哪個打哪個名稱上面的分別 其實還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我們知道 上星期我講的就是 我們如果是傳染病的病原體來講 就是講的是微生物 微生物有很多種 有真菌 有病毒 有寄生蟲 有細菌 當然就是我們最熟悉的細菌 HIV和SARS-COVID-19都是病毒的病毒 但其實SARS-COVID-19都可以有兩大個家族 一個呢 它的基因物質是一種叫RNA的病毒 一種叫DNA的病毒 就是視乎它的基因物質的結構是怎樣 HIV和SARS-COVID-19都是RNA的病毒 就是兩大家族 兩個分支裡面屬於同一類 即它們好像是分了兩個分支 但它們同一個類別的化為 有一個分支 就是它們不是說近親來的 OK 不是說親戚來的 絕對是 很疏很疏的 就是它們如果 你勉強說它們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就是 都是屬於病毒 都是屬於RNA病毒 都曾經在這個人類的歷史上 是一個新興的流行病 就是這些是它們共通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說回 譬如有些不相似的地方 就好像你剛開始提過 傳播途徑 就是非常之大分別 我們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分幾類 第一就是接觸 接觸可以分為直接或者間接 第二就是飛沫傳播 第三就是空氣傳播 我們上次也有說過 就是我們這個SARS-CoV-2 就是造成COVID-19這個疾病病原體 它不是很有效的空氣傳播 只是在一些特定的環境 才會造成空氣傳播 所以剩下的幾個傳播途徑 你看到SARS-CoV-2主要是 是靠飛沫傳播 或者是間接接觸傳播 當然它直接接觸傳播 也不是說不可以 其實飛沫傳播 某程度上都是屬於一種 直接接觸傳播 因為它沒有經過第三者 第三者意思是其他物件 其他人的飛沫 直接去另一個人 某程度上都算是直接接觸 譬如說很親密的接觸 會否直接把SARS-CoV-2 給另一個人 也可以 HIV呢 雖然我們認知最多一定是性接觸 其實性接觸的規律 都是屬於直接的接觸傳播 因為直接接觸的意義 就是沒有經過第三者 直接把體液裡面的病毒 影響傳播給你我個人 這就為直接接觸傳播 所以見到它們的主導傳播途徑 是有少少差異的 我們不會預期HIV有飛沫傳播 亦不會有間接接觸傳播出現 即是不會透過其他 那些碰過的物件 沒錯 譬如病患者有時問一下 問題就是 有時性玩具 會否傳播到HIV 其實是不會的 不過 SARS的病毒就有少少不同 我們間中也收到一些問題 跟HIV 也有人說 我有擔心我怕感染 他跟我們說 為何會有風險 或者你覺得感染在哪裏 他說 我怕我去一些公共的洗手間 不是那麼乾淨 我接觸過一些門把 或其他會不會污水淺到我 令我感染 我們平時回答他 HIV就不會的 沒錯 這個很安全 但是你說 COVIDU 那就不好意思 即是剛才說 有間接接觸 是有可能的 是可以的 COVID-19這個病毒 而且是透過間接接觸 是傳播到 所以為什麼 洗手是多麼重要 就是 那個預防 那個 我上次也有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基本的認識 到底那個傳染病是怎樣傳染的 怎樣傳播的 你才能夠知道怎樣預防它 當然我們 如果我們所有有警覺性 生活是健康的 所有的衛生習慣是好的 我們什麼病都不會有的 就不用理它 你不用意識那麼多 不過就是 在這些疾病來講 我們分類的分野就是這樣 是 林醫生 我們不如回答一下 觀眾的問題 好 有一個觀眾的問題 他就問 這隻COVID-19的病毒 能不能夠在身體裡面完全清除 其實 經過治療 理論上 據我們過往認知的 冠狀病毒的表現 或者理論上 它進入身體裡面 複製的過程 應該是不會的 不會的意思 不是不會被清除 是 不會一直存在在身體裡面 它跟其他病毒感染的性質 就很不同 舉例 譬如說 月型肝炎病毒 丙型肝炎病毒 或者是愛知病病毒 它是有機會 進入身體某些細胞裡面 就將自己的基因 直接黏住 黏住 黏住之後 可能永遠 不能夠被清除 或者 要很長很長時間 才能夠完全清除 這個細胞病毒裡面 據我們所知 冠狀病毒 就沒有這樣躲在細胞裡面 不過這個 始終是一個新的病毒 以往一定不會發生 都不能夠 就代表新的病毒 不會有一些出奇的情況 對 而且在近日 都有一些報告 我們發現了 愈來愈多 是有一些所謂 復陽的一些個案 可能大家聽到 絕大部分的復陽的個案 其實都是因為 病毒測試的檢測中間 出現了一個比較低量 就成為一個比較 所謂假陰性的情況出現 只是到後期我們再檢測病毒 可能偶爾又找回少量病毒出來 即是殘餘的 殘餘病毒的絲鞋 我上次有聽 就知道為什麼病毒 又可以叫絲鞋 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發覺這個COVID-19 有些人驗到病毒的時間都很長 即是超過一個月 甚至差不多兩個月 都有機會 還可以在身體裡找到病毒 所以有些人就比較長 才可以出院 是的 不過它就不一定 是代表好像是 HIV病毒的那種情況 就有些不同 只是說 我們暫時還未知 為什麼病毒 可以是存在那麼久 不過我們再跟進一下 看看有沒有 以後有人想到 什麼原因 新一些的研究 看到是不是這個 冠狀病毒真的有這麼特別的情況 暫時沒有很明顯的證據 其實我講診斷 剛剛也講了 我們診斷方面 是我們的HIV病患者 也是很熟悉的 聽些東西很類似的 因為它都是病毒 當然我們HIV病毒 我們知道 因為它躲在的地方 就是臨巴細胞 所以它走出來 讓我們偵測到的地方 主要就是血液 因為血液 或者跟臨巴系統 其實有很大的連結 也是血液裡面有臨巴細胞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找到HIV病毒 就在血液裡面找 即是我們最熟悉的病毒在量 就是HIV的血液裡面找 我們不會在一個呼吸系統 找病毒 就是抽血炎 但是這個 COVID-19的測試 其實都是兩個方向 跟HIV一樣 它首先是 直接驗出病毒本身 第二個方法 就是驗我們身體 對病毒的一個反應 就是抗體 剛剛提到 HIV在血液裡面找 COVID-19 所以一定是 因為它呼吸道的 複製是最猛烈的 最多的 所以我們是在呼吸道找的 而其中下呼吸道是會多些 更多於上呼吸道 所以可以在痰裡找 可以在鼻液裡找 可以在喉嚨裡找 就像我們現在香港政府 在做的就是 在胸口腿裡找出來 就是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這樣就 血液抗體 我們HIV的病人 是很熟悉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第一次診斷了HIV 我們就不是靠血液裡面的病毒 我們是靠抗體的 因此我們經常聽到 什麼空窗期 就是跟抗體測試有關 其實在這個COVID-19 我們也是有做抗體測試的 剛剛提到 比如說 我們病人怕感染 可能我們剛剛說的 接觸 我們病人可能會有點擔心 我也要提醒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病人 其實如果免疫系統不太差 我們不需要過分憂慮 很多時候 即是說 特別是CD4是偏低的時候 底供偏低 的確風險理論上是高一些的 我們暫時在 看到的數據 又不是說 很多人有HIV的一些報告 比如說特別是嚴重 特別感染多些HIV 我們就看不到這樣的數據 事實上在醫學報告上面 關於HIV病人的數據 很少很少 即是可能我看到最多 關於HIV群的數據 只有幾個病人 都是在西班牙出的 那數據 他都不看不到 比起別人特別嚴重些 都有些是輕微 有些是嚴重 兩者都有 即是可能跟其他人差不多 不過他的報告有一點有趣 因為只有幾個病人 不過發覺其中五個是性工作者 可能這段時間都要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從事性工作者 因為性工作者 避免不到親密接觸 很直接親密的接觸 又或者其中一個群組 就是性工作者 都有些類似用一個 CAMSX 可能如果在疫情情況下 如果真的從事性工作 或其他比較多親密接觸 那些情況 都要留心一點 未必跟HIV的直線關係 但這是其他聚集的意思 即是人接觸 反而見不到HIV的病人特別差 暫時我們見不到這些 香港外資病基金會 現已推出自己驗自我檢測包 你可以隨時為自己進行 HIV病毒抗體快速測試 合資格的男男族群 可以安心無憂 安坐家中 隨時為自己進行 HIV病毒抗體測試 如果想了解更多 和有興趣 獲取免費自我檢測包人士 歡迎透過互助熱線 2513-0513 或是移民自信息Whatsapp 9093-0335 或是LINE HIV Testing聯絡基金會的職員